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和他人差异越大 聊起天来就会越丰富有趣 咱们想一想 要是世界上有个相貌行为举止和你一模一样的人 是不是太可怕了 大哲学家莱布尼茨就说过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是啊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是身体精神情感以及心理的独特组合 和其他任何人都不相同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都有着不同于他人的使命 这种独一无二造就了人与人的差异性 回想您曾经走过的旅程 是不是那些充满挑战让你备受考验的时刻 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让你觉得旅途趣味无穷 因为差异 生活才变得更精彩 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会让交谈趣味多多 差异越多 谈话的内容就会越丰富 如果我们彼此都是一致的话 那岂不是成了自己和自己谈话呢 认识自己 选择正确的沟通技巧 适合的社交场合 和他人有效惬意的交谈 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相对外向型的社会 随便到一家书店逛一逛 那些教你如何自我提升的书呢 简直是花样繁多 这些书都是谁写的呢 当然是外向型的人 他们提供的各种方法更适合于谁呢 当然也是外向型的人 然而经常买这类书的又是哪些人呢 是内向型的人 而且内向型的人往往看完这些书籍所提的建议之后 都会觉得很多交流中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 觉得自己很失败 内向的人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 其实一开始内向的人需要做的并不是尝试各种社交技巧 而是了解自己的个性 然后找到符合自己的性格脾气的建议 这才是有效沟通的坚实基础 所以呢 千万千万不要以为强迫自己装出很万象的样子 就可以很好的与他人沟通交流 大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别人性格当中比较好的部分 却很容易把注意力呢集中在自身性格的瑕疵上 人际沟通的技能也是如此 关键不在于模仿他人 而是自我学习和成长 一旦我们接受了自己不同于他人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一点 我们可以选择正确的沟通技巧 选择合适自己的社交场合 和他人有效愉快的交谈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何必在交谈之前就给自己预设心理障碍呢 大胆主动开口跟人聊天吧 在和他人交流的时候 除了直接说出来的信息 我们还会从对方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 解读获取很多无声信息 从而做出各种预判和假设 然而通常情况下 这些判断和假设都是不正确的 比如说一个人将手臂交叉放在胸前 你以为他是姿态高冷 或许呢 他只是冷得瑟瑟发抖而强作镇定 很多沟通达人都有这样的共识 真正的交谈 其实在开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还没说话呢 有人就忧愁了 我们到底应该怎样互动 一开始应该说些什么呢 他想和我说话吗 怎么才可以接近对方 有啥丑的 通常啊 这些疑虑和假设 只不过都是我们庸人自扰罢了 开启一次交谈 就像和谈恋爱一样 你可以静静的等着你的Mr.Rye 拿着玫瑰花向你深情告白 也可以主动捅破那层窗户纸 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就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了 不过呢我们总觉得如果贸然接近他人呢 是不是太冒昧了 哎不妨换位思考一下 当别人接近时 你可能都会觉得太好了 对方先开口 终于不用为难了 因此如果你看到对方一个人站在那 说不定呢 他可能也很希望和你交流呢 最坏的结果呢 无非就是对方不来电 话不投机 不过即便如此 那又何妨呢 不妨优雅的结束这次交谈 然后尝试着和其他人聊一聊 然而其实这种状况并不多见 所以别忧虑心中的假设了 试着挑战一下他 共同的兴趣点可以让交流更加愉快 记住 你的目标是找到共同兴趣点 刚刚加入一个交谈群体 就想要控制整个谈话 或者想要开始新的话题 这并不是明智之举 更好的选择是倾听正在进行的话题 表示出你对此是感兴趣的 并且尝试参与其中 比如说你刚刚加入一个交谈小组的时候 听到他们在谈论汽油价格 不妨饶有兴趣的插入一句 这价格不错啊 在哪能买到这么便宜的汽油呢 这样就可以让你迅速的加入群体的交谈当中 而且不会打断之前的话题 从而成为一个入侵者 而对于几个刚刚认识并且相聚在一起的人 在简短的交流寒暄之后 破冰的方式也在于寻找共同的兴趣点 如果第一次去篮球场和新的球友打球休息的时候 寒暄之后可以自然而然的一起回味一下 刚刚的某个精彩的投篮 从球友们的球衣聊起彼此喜欢的球队和球星 或者聊聊最近的NBA赛事等等 聊得更深入之后 自然会延伸出更多的共同话题 有备才能无患 提前做好功课 让交流尽在掌握之中 有一个成语叫未雨绸缪 也就是要为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 没有准备就像上战场不带枪 在给很多企业做培训的时候 该书的作者会让自己至少提前一个小时出门 这样他就可以和与会人员提前打个招呼 找一找彼此的共同点了 当然了 这对客户来说也很有帮助 他发现在讨论开始之前 如果他和某位参会人员聊一聊 哪怕只是两三分钟 也能找到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气氛就会不一样了 还有一种身份转化的问题 你们彼此之间似乎已经有了某种的联系 不再是简单的一个说一个听这种角色了 他还发现 你与对方的共同话题越多 在对方看来你就显得更为有趣 事前为社交场合做准备 就好比野外探险前研究地图 你会因此建立方向感 在事前准备的基础上 比较具体的观点才会一一浮现 这样交谈中你才能不偏离轨道 这就是你的指南针 时刻指引着你朝正确的方向前行 学会从对方的角度出发 真正在意对方 理解对方 话说有两个大妈正在聊天 王阿姨问 你儿子现在还好吗 李阿姨一声叹息 别提了 真是活见鬼了 娶了个老婆懒得要命 家务活不干 孩子不管 成天就知道睡觉 连早餐都要我儿子端到他的床边 说完之后 李阿姨就问了一句 说 那你家那儿媳妇咋样 这王阿姨连忙说 我家方法还凑合 除了工资不高 一个月也就挣个八九千的 其他的也还凑合吧 什么洗衣托地 买菜做饭 咱家基本上都是他做 就是长相 比那范冰冰是差远了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小区里边的拉家常 很显然 王阿姨这个人 比较爱慕虚荣 攀比心重 性格也比较自私 只是考虑自己完全不替对方考虑 那如果这么多聊几次 这两个阿姨的关系 咱不用想 自然那就是面和心不和 暗地里较劲 如果我们学会从对方的角度出发 真正在意对方 理解对方 即便说沟通技巧不那么娴熟 也完全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说到头 一切都是态度使然 人的态度和思维模式 决定了人们的感受 人际沟通 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可能比较担心自己的言辞是否得当 对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却往往忽视了对方真正的想法和需求 如果我们学会从对方的角度出发 真正在意对方 理解对方 那即便沟通技巧不那么娴熟 也完全可以取得良好的沟通效果 会说还不够 还得学会倾听 聊天才会不断深入下去 我们一生下来就有两只耳朵 一张嘴 因此如果按照比例的话 我们应该多用用耳朵 只有真正学会倾听 对方才能聊得开 话题才能不断深入 曾经有一位同学 为了完成一项课堂作业 做了一个实验 他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 内容如下 倾听你的诉说 绝不插话 一小时50美元 尽管他对自己的广告文案非常自信 但是他对广告效果根本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可是实验结束的时候 他却意外的收获了600美元 从小到大 我们总是在父母老师的要求之下 读读写写 锻炼写作能力和口才 可是在倾听方面 我们接受过多少正规的训练呢 多数人的回答可能都是丝毫没有 那么怎么听才能不辜负咱们的这对耳朵呢 根据对方所谈及的内容 然后仔细倾听他们的回复 而不是思考接下来你要说什么 仔细倾听 你就可以从对方的回复当中获取信息 这样交谈才会向着新的方向发展 学会提问才能聊得透 问题不当交流就会变得让人沮丧 多数人都觉得交谈的最好方式就是提问 恰当的提问确实可以推动谈话的深入 你也会获得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但如果问题不当 交谈的双方都会很沮丧 因此在合适的场合提出恰当的问题 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人和人的差异 对方所说的话 我们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注解 用自己的经历去理解 然后提出自己的问题 这一点是很致命的 很多人际关系的矛盾都源于此 而那些经验丰富的沟通达人会避开这一点 他们往往会从倾听者的角度来提出问题 而不是从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出发 提问最好用开放式的问题 也就是说对方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就能够回答的那种 比如说不要问你想念你的家人吗 这个就是封闭式的 而应该问离开家人这么久 你感觉如何 这个才是开放式的 对方回答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倾听 捕捉对方言语的有效信息 交谈中适度的精神压力 既是障碍 也是人际交往的挑战练习 中国有句古话 井无压力不出油 人无压力轻飘飘 对于有效沟通来说 压力是一种积极的力量 先来看看交谈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有以下的症状 手心出汗 手心湿冷 双手发抖 胸口发闷 口干舌燥 声音颤抖 大脑一片空白 如果你是这样 不要担心 因为你并不孤独 事实上每个人都很紧张 越是充满挑战就越容易紧张 这很正常也很普遍 对于重要的比赛或者演出来说 紧张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关键 看你怎么处理 其实压力带来的影响是我们的思想决定的 别把交谈的结果都归咎于某一方 失败也好成功也罢 都不单单是我们单方面行为的结果 因为交谈至少在双方之间展开 我们可以练习从心理层面控制压力 如果想象着交谈能够顺利进行 而且事实也是如此 我们会觉得特别的舒心 如果进展不顺 心里就会不舒服 不管情况如何 我们都要如实对待 分析一下将来我们应该如何做出改变 而现在对于进展不顺利的交谈 不要总是纠结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用笔记记下与人交谈的内容 就是为下一次与对方交流加分 记笔记不仅不会说明你的记性差 而且还会给你的人际关系加分 当对方发现你还清楚的记得上次交谈的内容时 他们一定会很感动 因为你用心倾听了 其实这也是在为下一次的联络做铺垫 营销专家们深知 留住现有客户 比开拓新的客户要容易 损耗要小得多 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 和已经熟悉的人交流更为容易 也更容易给双方带来满足感和成就感 不过大多数都认为 交谈结束各自离开之后 人际沟通就结束了 不管是哪种性格的人 大家只会把精力投入到交谈之中 从而忽略了跟进价值的所在 外向的人总想着尽可能的和不同的人交流 他们会将精力放在开拓新的矿场上 却往往忽略了在同一矿场挖掘更多的财富 内向的人则更愿意维持几段深度交往的人际关系 即便如此也很少有人关注信息整理 初次交谈的时候你可以挖掘一些信息 以便将来和对方联系的时候使用 交谈之后你可以迅速梳理获得的信息 以便快速存取 为下一次的交谈做好准备 再次交谈之后